有請院長 好 請翁院長 黃瑋你好 院長你好 老實說 作為 曾經是中研院的一份子 那看到最近 所發生的事情 我心裡面 非常的難過 那不過我相信院長應該可以了解 現在作為立法委員 我的責任 就是站在立法機關的立場 我了解 為選民來監督行政權 那所以可能接下來的問題 就請院長 不要 誤會 第一個部分是 有關於利益揭露的問題 就我們制定了一個 科技以轉利益迴避的處理原則 對 那老實講我那天看到這個處理原則 我覺得還 寫的 就是還OK啦 就是說就動態申報的部分 如果有缺漏的話 要進一步補 那因為那個定的時間 是在 2012年 8月的時候 那所以那個時候 我其實那個時候我一直回憶一下 因為我自己8月 我2012年8月的時候 人在美國做Fulbright 那不過我後來看到了這個副表 我真的很驚訝 就是說 這個副表竟然沒有寫子女 所以我後來就看那個填表聲明 是 在2013年1月的時候 有一個函去訂定的 那我非常的訝異是說 這個表裡面竟然會把子女 給漏掉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院長 當初這一個 填表說明的這個喊是誰做的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不管怎麼樣子女 都要喊在裡頭 對沒有關係 我先請看院裡面 有任何人知道的 請上來協助一下助院長 向黃委員說明 因為這個沒有經過中原院法規委員會 法規委員會是 我是照記者 為什麼沒有經過法規委員會 因為這是嚴管會 事實上我瞭解這個情形是很晚 因為我們新增了一個 嚴管會裡面的委員有哪些人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嚴管會是規定的 請院裡面知道 嚴管會委員有哪些人的 上來協助院長 嚴管委員會 這個由一位副院長主持 那麼這裡面 所有的委員我現在不太記得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我們會後再補 因為時間有限 副院長非常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只有一個很清楚的問題 是 這個含嚴管委員會 有沒有開會審議討論過 這個我不清楚 因為不是在我任內 那就相關的 有沒有開會審議討論過 這個含如果有開會討論過 參與的人有哪些人 據我了解 因為我不是那位副院長 據我了解 這是一位基層法務人員 他弄錯了 他已經在三個月前離職了 你說一個基層法務人員 弄錯他在三個月前離職 對 所以中研院的規矩是說 給一個基層的法務人員 填這麼重要的表 然後不用經過任何委員會 有 他有層層審核 但是居然沒有發現 所以這是個行政術室 所謂層層審核 是交由哪些單位 曾經審核過 是不是可以一併提供這些資料 可以 書面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好 來 再請院長 這個跳來跳去 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不過再確認一下 就是這個股票 在2015年11月開始漲 一直漲到12月 這段漲的過程當中 院長您女兒的股票 有在這個期間當中出售嗎 這個時間我不是很清楚啦 不是很清楚 現在大家關注的焦點 是在2月19號賣10張的事情嗎 18號 2月18號賣10張的事情嗎 對 那前面有委員有問過了 那我現在比較關心的是 從2015年11月 一直到12月的這段期間 你有看到這個股票漲非常的多 然後你同時如果看到 所謂的借券放空量 那個借券放空量在這個時期 也不斷的 也不斷的隨著股價的升而升 這個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出來是有市場的主力 進去裡面炒這個股票 他想要兩銀手賺 漲的股價也要賺 借券的他也要賺 那我的問題是說 院長您的女兒在這段期間當中 是不是有進行任何股票的交易 這個都有記錄啦 我可以提供 但是我的了解 最多的是在2012、2013 所以院長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段時間 就是你女兒在這裡 有沒有進行股票交易 你的答案 就是你不是很確定這個答案 必須要回去查就對了 對對對 那相關的說明是不是可以再送到 這個委員會來 可以可以 因為這一些都有記錄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 大家關心的問題 就是 您的女兒在2012年的時候 一股31塊的時候去認嘛 對 那您之前的說明喔 就是說 浩鼎公司的股票 跟中原院的技術沒有關係 那大家關心的是 內線交易跟利益輸送 所以問你有沒有浩鼎的股票 你那個時候覺得說 只是問的是自己 並不包括你女兒 所以你沒有講 是這樣嗎 不是我的認知是 是在揭露 我們在揭露的時候 成年子女的財務狀況 是不用揭露 因為我們在美國是 受到這個規範嘛 所以我在台灣 可能不太了解 台灣的這個 院長問你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喔 好 你女兒名下的股票 到底是你女兒自己的還是你的 我想是女兒的啦 所以 女兒名下的股票是女兒的 對 那那個股票由誰管理 你除了之前賣十張 有接到李專的電話以外 對這個授權給父母 對那而你之前有沒有幫你女兒 再出托過股票 有啦 有 對 你是一直在幫他管理那些股票嗎 對 所以那些股票的出售 事實上都是由您決定的 是李專建議我決定 對 就是每一次啦 要賣的時候都是李專告訴你 都要我同意才可以 然後你被動的跟他講說 你接受李專的建議去出托那些股票嗎 因為女兒授權我這樣做 對 院長 這個股票整個出售 都是你決定的 然後你現在跟大家說 這個股票是女兒的 而不是你的 院長我知道你是個科學人 所以你對於可能在社會認知上面 的這件事情 你可能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想 大家當知道所有的股票 都是你在管理的時候 他接下來的下一個結論是 你的女兒只是你的人頭 這個股票實際上是你的 院長你覺得如果社會大眾 這樣看這件事情的話 公不公平 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我是幫他把這個 他的帳號做得最好 因為將來還是他的嘛 反正這個都是他的 那我也不希望說 為了管理他的這個帳號 結果讓他又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您在3月24號的時候說 女兒買股票的錢 是你跟您太太依照美國法規定的 父母贈語 對 給他錢 去做的 對 好 那下一個問題 當初買股票的這9000多萬 是在台灣的錢 還是從美國會進來的錢 這是在美國正義的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你買股票必須要有錢 會進來台灣嘛 對對 那個錢是你本來在台灣的錢 還是從美國會進來的 從美國會進來的 從美國誰的戶頭會進來 女兒的戶頭 所以你女兒那個戶頭的錢 會到她台灣的戶頭 百分之百是你女兒的錢 對 戶到台灣的戶頭 對我知道 是你女兒 那個錢是當然是我們給的嘛 就是你前面按照正義的規定 你所給他的 對對 沒有其他的來源 對 但是那個很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因為 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那個時候張念慈他有幫忙 那個程序上的 那個大概只有一個禮拜要完成嘛 但是那個錢是我們的 絕對不是其他人 ok 因為我時間到了 好 謝謝院長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黃委員